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秋佳节的时候 亲朋好友都会欢聚一堂 一起享受这一个快乐的时光 在中秋的来临之时 我们每个人都在忙碌着 为节日准备各种零食 水果 还有买礼物 打扫房子 今天趁着有太阳 跟着家人一起忙上忙下的 把房子都打扫干干净净 过节 各种干果或者蜜饯都必不可少 还有就是水果 水果可以补充维生素 里面的水分充足 非常适合干燥的秋季 买水果的话 我们要买哪一种水果呢 今天我们分享六种吉祥果 在过年过节的话 一定要买 意味着大吉大利 红红火火 顺风顺水 一 石榴 中秋节前后 这个时候石榴开始成熟上市了 市面上的石榴品种也有很多 又软子的吃起来非常方便 石榴的表皮红彤彤的 圆滚滚的 看着非常喜庆 而且汁水多 酸甜开胃 秋天吃补充维生素C对身体也好 而且石榴从古代就非常受到人民的喜爱 古代文人默克甚是喜爱石榴 并赋予了很多情感 不仅因为它外表美观 果实口味酸甜 更是因为它寓意吉祥 因为在风水学中 石榴有多子多福的含义 所以很多人选择种植在家居中观赏 有人也把石榴树做成各种庄景和宫廷茶花观赏 而石榴除了寓意多子多福之外 还有以下风水含义 其一 石榴寓意生活红火 红色 寓意着福气 石榴花色炉火一般 热情艳丽 满枝的石榴花象征了繁荣 美好 红红火火的日子 其二 寓意着友谊天长地久 石榴的流以往是流字的 所以很多人赋予石榴为流之意 有成语宋流传译 因此人们也希望能够通过宋石榴巩固一下友谊 二 枣 秋冬季节也是吃大枣的季节 新鲜的大枣脆甜可口 一口一个干崩脆 吃着非常解馋 而且大枣中还有丰富的维生素C 维生素E等营养物质 这个季节吃正当剂 别错过 民间还有一日吃撒枣 终生不显老的说法 中秀佳节可以买一些摆在家里 或者送人都是非常不错的 寓意也很好 枣鞋阴枣 枣和栗子寓意枣栗子 枣和桂圆寓意枣生桂子 枣富贵的吉祥寓意 其次 红枣营养价值 经常食用红枣的人很少换胆结石 这是因为枣中丰富的维生素C 使体内多余的胆固醇 转变为胆质酸 胆固醇少了 结石形成的概率也就随之减少 红枣富含钙和铁 它们对防治骨质疏松产贫血 有重要作用 中老年人更年期 经常会骨质疏松 正在生长发育高峰的青少年和女性 容易发生贫血 食用红枣有十分理想的食疗作用 红枣所含的炉丁 是一种使血管软化 从而使血压降低的物质 对高血压病有防治功效 三 苹果 苹果是在常见不过的水果了 一年四季都能吃上 但秋冬季节 才是吃苹果的时令季节 这个季节的苹果摧甜多汁 营养也非常好 苹果不仅营养好 寓意也非常好 比如 第一 如果把苹果送给他人 也就寓意着平安幸福 不管在什么地方 不管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都可以把苹果送给对方 希望对方平安幸福 此时 苹果代表着自己的一种祝福 如果不知道该送什么礼物比较好 那就不妨赠送苹果 第二 给他人送苹果 其实意味着家和万事兴 比如说 偶尔可以在家里面 创造一些小浪漫 把苹果送给自己的爱人 或者送给父母 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会让家人之间的感情 得到一个更好的升华 第三 如果给自己的朋友 赠送一箱苹果的话 也就是说 自己心里面 一直都牵挂着这一位朋友 彼此之间的友情 永远不会有所改变 送苹果会让朋友知道 自己不管什么时候都会有一份牵挂 第四 在这一生当中 要想获得好的成就 一定离不开他人的教导 例如教师或者领导等等 对于这些引领我们的人 可以赠送苹果 希望老师和领导 以后也要能平步清云 能做出更好的成绩 第五 子女即将要婚嫁了 父母的心愿已经了 对于那些即将出嫁的女儿们 父母也可以赠送一箱苹果 希望孩子以后能过得平安 过得幸福 第六 把苹果赠送给同事的话 就意味着希望双方都能够共同进步 共同学习 让两个人都成为非常优秀的人 四 火龙果 第一 火龙果红红火火 大部分地区搬新家 会购买火龙果 顾名思义 火龙果取其生活红红火火之意 火龙果的名字非常喜庆 有火又有龙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 火是非常流行的东西 意思是 红火是一种不断向上的精神 龙更是一种 美好的愿望 希望主人大战拳脚 因此 现在很多家庭搬家都会买火龙果 第二 好事成 双多子多孙 一般来说 中国人都喜欢双树 双树极力 好事成双马 因此 大家买火龙果时的个数 按偶数来选购 搬家买火龙果 只有两个目的 一个是象征好运 另一个是为了吃和保持经历 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购买 另外 其父内多子 寓意家庭多子多孙 人丁兴旺 搬家一般都会买火龙果 至于买两个好不好 所谓好事成双 双树代表着吉利 因此 买两个火龙果还是很不错的 第三 红心火龙果上家之选 火龙果是经典的热带水果 中秋节前后也有火龙果上市的 火龙果的表皮红彤彤的 有红红火火的吉祥寓意 中秋节家里摆放一些 或者送人啥的都是非常不错的 火龙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以及花青素 具有抗氧化等多种作用 平时可以多吃一些 五 柚子 柚子也是中秋节前后的 食令水果之一 送人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从风水的角度来看 柚子有着以下含义 第一 柚子 送柚子有着保佑孩子身体健康 平安喜乐的含义 柚子和柚子的读音相近 将其送给家里有小孩的朋友 可以为孩子带来美好的祝愿 而且柚子口感偏甜 有着希望孩子永远天真烂漫 不会遇到艰难险阻的意思 第二 团聚 送柚子有着团聚的含义 柚子谐因为柚子 可以表达父母对远在他乡孩子的想念和思念 而柚子呈现原形 有着团圆 团聚的意思 将其送给柚子 表示希望柚子尽快归家 与家人团聚 第三 富贵 送柚子有着富贵的含义 柚子呈现球 且表皮颜色为黄色 就像一个滚来滚去的金球 将柚子送给朋友 有着希望对方裁员滚滚 大富大贵的祝福之意 六 桂圆 桂圆是龙眼干 中秋节前后 也是晒桂圆的季节 桂圆含有大量的糖分 桂圆里面的糖分 主要是葡萄糖 这糖 能够直接吸收 含铁量也较高 可以给身体补充能量 另外 桂圆也是女人滋补气血的好食材 女性朋友平时可以用来煮水喝 桂子通贵 以为富贵 原则代表了圆满团圆 中秋佳节 记得摆放一些 或者送人 都是不错的选择 寓意也非常吉祥 总而言之 水果是我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东西 而且 其营养也很丰富 尤其是在中秋这一天 走亲访友 大家聚在一起 就可以送一些有福气的水果 不仅能够稳住自己的运势 同时也能够影响他人的运势 除此之外 中秋节有很多祈求团圆好运的相关习俗活动 记载最早见于明代 那么 你知道中秋节的开运方法和风水禁忌吗 赶紧来学习一下吧 一 拜月祈福 古代有秋木西月的习俗 西月 即祭拜月神 在月下设大相按 将月亮神像放在月亮的那个方向 红竹高燃 摆上月饼 西瓜 苹果 红枣 李子 葡萄等祭品 全家人依次拜祭月亮 然后由当家主妇 切开团圆月饼 全家有多少人 就切成多少块 面对中秋圆月 大家若能诚心敬拜月亮 则能感应神灵 心想事成 须即开运 二 为家宅增添贵气 中秋佳节 可在家中摆盆好的绿植 一来给家中添气 二来在风水上 也是提升家中的气场 我们所居住的房子 也是需要偶尔添点东西的 这样才会有贵气 三 邀请好友过节 举杯妖明月 对影成三人 在中秋佳节中 有些人因为种种原因 会独自赏月 提醒一个人 尽量不去人际西少处赏月 少去江边 海边赏月 平时家中人口少的朋友 可在节日期间 多请朋友或家人来家中坐坐 走动走动 多聚人气 有利家宅的望运 四 远离不良磁场 平时工作忙的朋友 可以在节日期间 定期清理出一些不用 怀旧伤感和病历等的物品 这样在风水上 又是远离不良磁场的办法 五 促进姻缘美满 中秋节也被视为 促进姻缘的好日子 单身者在这一天拜月老 会有更大的机会 寻觅到良缘 有情人能够终成眷属 所以这天可以前程祈愿月老庇佑 获得天赐缘分 六 打造家宅正面能量 中秋的月光很明亮柔和 让房屋内充满温馨 建议也可以自己在家中的财位 安置一盏灯或点亮苏油灯或蜡烛 夜晚开启照亮财运 可以让家中的气场更加充满能量 个人运势会更为顺畅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好的风水在人心 感谢您的观看 不要忘了点点赞或订阅 您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 感谢您的观看